哈喽大家好,回到沈阳之后有一家特别想吃的餐厅 就是这家在西塔沃也路过好几遍的一个新草原田 店里的装修啊,这些画都是老板亲自自己画的 今天先换换口味,换一个这个火山芝士面包的锅 然后还有这个青春酱汁肉卷 这家店的这个炸猪排也特别好吃,点一个 今天小饮料就点这个新菜品的这个Mokito 先上了小菜来吃一下这个水萝卜 我们点着这个火山芝士面包上来了 虽然换了一种锅底,但是还是没有躲过八爪鱼的诱惑 这个莫吉托上来了,先来盛一碗尝一尝啊 这个是他家的新音品,我之前都没有喝过,今天来尝一尝 这莫吉托是加了点韩国的烧酒,加上雪碧,冰块 这些小水果什么混合在一起的 特别适合夏天来喝,清热解熟 在芝士画的差不多之后,要开始往里头灌一些特制的酱料 听店家说这里是加了牛奶奶油加各种各种料 哇塞,这看的太棒了 然后开始把它给剪开,这个面包剪开 把底下的芝士,鱼饼,年糕什么的,跟它混在一起吃 哇塞,看到这芝士了吗,拉丝拉的好长啊 芝士就是力量来尝尝这面包怎么样 面包糯吉吉的,吸收了里面的汤之后特别香 里头还有一股莫名的奶香味,来一口闷了它 接下来吃的是这个炸猪排 这个猪排跟我手一边大了,把猪排给它切一下 哇,它家炸猪排为什么深受我的喜爱呢,因为跟我在韩国吃的味道一模一样 吃上炸猪排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配满酱的炸猪排有谁不爱呢 最后一道五花肉菜卷,然后现在往上面淋上这个秘制酱汁 这个烤肉卷好了,拿来蘸一点花生酱厂一盏 这个肉卷很好吃,然后里面有那种配着蔬子叶和各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哇,绝了 老板还告诉了我一个新吃法,拿生菜包着吃 这种包起来的吃法我真的是爱了爱了,再来一个 吃饱了,最后再来干个杯就准备回家去了 今天二块钱,拜拜 拜拜